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拆解长测供应目标 越古越低之迷 现在房屋短缺 供屋轮后时间截截上升 对一般申请者来说 要排到供屋 平均要等5年半 而窝居劏房的家庭 亦与日俱增 政府在每年公布的 长远房屋策略 都会更新一次 之后10年的房屋供应目标 而上年长测锁定的最新目标 就比2014年 第一次公布的目标 下调足足3万个单位 那为何房屋供应目标不升反跌呢 长测管算中存在着压抑需求 令到目标数字被低估 用数字拆解 供应目标下调 主要是因为下调了住户数目增长的预测 单单是这一项已经是少了6万个单位 而这个推算预测是直接引用统计处的数据 由过往的趋势推测而来 未来住户数目推算有三部曲 首先是推算人口增长 之后以住户平均人数的过往趋势 来推算将来的住户平均人数 最后就是以推算的人口 除以将来的住户平均人数 得出推算的未来住户数目 几代同堂原本是祝贺人丁鼎盛的说话 但现在就是不少家庭逼居一室的写照 私楼租户逼爆情况尤其明显 因为香港人越住越迫 所以自然就越古越小 陷入恶性循环 就好像我不给饭你吃 说你吃少了 饭量小了 不需要那么多食物 另一个不能够忽视的压抑需求 就是源于追落后 单单是在2013至2017年 累积短缺已经有十万个单位 情况就好像一间公司 因为之后很大机会仍然会蚀钱 所以就只顾眼前的收支平衡 而忽略了过往的欠债 这样还算不算是一间财政健康的公司呢? 讲到这里 相信大家都明白 常测股算目标 因为存在压抑需求而被低估 但是这个低估了的目标 又做不做得到呢? 下一集再同理由事实 数字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